我们三个打 四个 应该还是打得多了吧 遗述的痕迹检验 跟死者原本的笔迹 对 作秘履 玻璃瓶箱做一下指纹 如果要是他的四些创的话 那就是用那个歌的做一下指纹 视旁瓶子 边上的血迹 与死者 琪琪和厂长夫妻二人 还有个底柱 看看他体内的毒 还有他的尿液 他那个牙齿上的那个痕迹 然后柜子里的那个脚印 我先想看还有什么别的 那个 送过来的餐食上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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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早上没吃饭吧 来 过来吃早餐 我们等会吃吧 我们先把这个 哇 真好 听说你们今天起得特别早 确实有一点点 这个 来 过来吃早的饭 二号 好好好 周老师 哎呦 你吃了没 你吃早餐 曲总亲自给你们买早餐 这种 满满的都是爱 我们去年都没有享受到这份爱 对啊 我也觉得给你打包 就是 琪琪有你的 我以为她说没你的 我还都不是很认识 大家 这是我们重新建立中心的 曲国强主任 曲总 是不是好 曲总好 曲总好 你们以后可以叫他老蛆 蛆 蛆蛆 蛆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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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叫帅哥就行了 但是别看他 别看他现在给你们笑 到时候骂我们很凶 我们都没他骂过 那没有 这个他还不敢 哇 个子都好高啊 对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以后见了我都坐下 先吃 好好好 先看吧 兄弟们 是切磋 我们兔鲁细胞写什么 回到更高 兔鲁细胞写说那个 送的菜品里面 是谁送的 容易检测和浓物分析 是一个东西吗 我们把死后变化筒 好嘞 好嘞 你们有 微信群吗 有的 可是没有我 来 来 来 现在就是 马上就有你了 有流头吗 没有 也没有流头 就琴琴姐和我们 好嘛 一会儿要集中了 你们刚才要的材料 就把有关的给你们 那个玻璃瓶上有三个人的指纹 李柱的 宋法医的 和厂长妻子的指纹 然后玻璃瓶上那个血迹 然后玻璃瓶上那个血迹 是宋法医的 一刷的笔记 金笔队 不是宋法医的 签名 那我们想谈的是 就是这一次呢 你们按下性质 是考虑什么 考虑他杀 因为现场肯定有他人进入的痕迹 而且他仅有视缺创 就一般视缺创 还会有一条致命的嘛 我们认为一个法医 不太会用视缺创这样的东西 进行一个自杀 如果是考虑行的话 拿几个可历性比较大 考虑 中毒 因为他的尸体成一个精卵状 尸体的精卵状 是中毒的一个表现 毒可能是毒素墙 因为毒素墙是最常见 也是最能买到的一样 好 你除了中毒以后 还考虑哪里的 什么大类的 还有疾病 疾病 好 我们要去找一下 过往的病例报告 历史 这行动下一组来 先下一组来 你们刚才要的材料 这有三个重要的物质 所以现在的情况给你们了以后 你们大概要分析分析 案件的性质 会是个什么样子的 怀疑是他杀 因为现场确实是有其他人存在的 就是在场证明 而且他那个笔记也不是同一个人的 肯定是有人想要伪造 就是他想要自杀的一个现场 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 你们有个名为大字推的 死亡原因的话 我觉得中毒跟疾病 疾病的话 就像是既往的一些过敏史之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破伤风这个东西 还有点弦也要考虑一下 那你现在要查的毒 查的什么东西 就包括我们之前说的一些毒鼠墙 然后包括可能会导致这种抽出 癫痫一样的毒物 雷公疼 污头之类的 雷公疼 污头 为什么不想雷公疼 污头 你们原来在临床上学过这个药吗 就是在那个感染课的时候 就是肝病课 然后那边其实临床上很多人都是 就是中药就是有这些东西 然后导致那个急性肝损的 是什么 我们提供的这个消息 变虎头就导致这种抽出癫痫一样的 那个发作的一个中毒表现的一个毒物 好 把两组都交进来 可以 可以 可以在这里 可以在这里 好 因为这两组呢 我们都分别做了这个沟通 所以你们两组差不多 然后同时呢 前方的这个侦察员获得了一些案情 所以这个案情也给你们 你们去看一看